主料,熟绿豆粉100克,主料,蜂蜜50克,橄榄油10克,白砂糖3克,香油1克,黑白芝麻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绿豆粉放入碟中,放入蒸锅中,大火蒸25分钟,蒸好的绿豆粉让它晾凉,将熟绿豆粉过筛。 食材,熟绿豆粉100克,蜂蜜50克,橄榄油10克,白砂糖3克,香油1克,黑白芝麻饰料,将熟绿豆粉和蜂蜜放入碗中,将橄榄油倒入碗中,将饰量到黑白芝麻倒入碗中,把汤碗中的原料拌匀,可准备制作的模具,将拌匀后的绿豆粉放入模中,用力压时,将模具扣在盘子中,轻轻摧压把手, 把绿豆高刻数即可,烹饭技巧,用了意大利原产的橄榄油,颜色更加较利。 嘻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